早安 Hello大家好 ! 我是曼曼 今天也謝謝你點開我的影片 這一次想要跟大家介紹大阪的住宿 而且是一間連日本人都非常推薦的飯店 这间饭店位于新灾桥车站附近 如果是从南坡走路过去的话 大约11分钟左右 或者是从南坡搭乘 欧阪金地下铁 到新灾桥站 下车后从7号出口出去 出站后直接往左转 然后一直直直走 从车站走到饭店的话 大约5分钟左右 因为这边接近美国村 所以周围非常的热闹 很适合购物逛街 餐厅以及居酒屋的选择也很多 距离南坡市区也不会太远 以地理位置来说真的很方便 直走后会看到左边的田中榨串店 然后直接往右转 转完之后走不用一分钟 马上就会看到今天要前往的饭店 就是这一间 中文名称为桥梁饭店 而饭店的旁边马上就有一间Lawson 入口有一座小桥 这家饭店名称的由来 是抱着与世界连接的桥梁 这个理念而命名的 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都有来这里住过 一走进来后会看到宽敞的check-in柜台 服务人员会询问预约人的名字 然后会请客人填写个人资料 接着会详细说明 饭店的各项设施以及规定 会有中文、英文、韩文的对应店员 很亲切 都讲解完了之后 就会拿到房卡以及隔天早餐的餐券 在柜台的正前方 还有摆着可以免费使用的按摩椅 我觉得这点超贴心 还有这间饭店内可以租借的东西 种类非常齐全 如果有需要什么东西的话 可以拿着这个小卡 递给柜台服务人员就可以租借 退房时和房卡一起归还 后方也有电脑可以免费使用 还有付费租借的行动电源 通过柜台的大厅后 会看到电梯以及用餐区 决定先上去楼上看看房间 我的房间是305号房 因为这一次是选择最基本的房型 所以房间在三楼 看不到夜景 走廊很明亮 整体的感觉也很干净整洁 刚刚电梯旁边还有放一台 银里的称重器 这点也很贴心 用房卡感应解锁 这一次预业的是双人房 加入官网的会员之后 原本16000日币的房间 会有2000元的优惠 算下来一个人大约7000日币 这个房型的空间 虽然说没有到非常宽广 但是两个人住的话 我觉得也还行 房间内基本的设备都有 桌上的资料夹 有介绍一些饭店的设施 以及设备的使用方法 电视和冷气的遥控器 插座也很充足 还有USB孔 这个饭店使用的吹风机 是国际牌的EHNA97 很高级 旁边有放茶包 马克杯 以及热水壶 抽屉打开会看到保险箱 还有隐藏在柜子里的冰箱 里面有附两瓶矿泉水 空气清净机也有 电视的话就只能看一般的新闻节目 Netflix Unextor 这边都不能看 再来床边有窗户 但是因为是三楼 所以看过去就是一般的街道景色 但是可以看到市区的深夜景色 我觉得也还蛮新鲜的 一开始还找不到睡衣 后来发现是挂在墙上 拖鞋的话也是一般饭店会有的拖鞋 接着前进看看浴室 浴室的话我觉得空间稍微有点偏小 中间有浴帘可以隔开 马桶是免制马桶 浴巾跟毛巾各两条 还有放牙刷组还有洗澡时制造泡泡的东西 以及消毒完成的漱口杯 虽然浴室空间小 但是有这一面墙 感觉增添了一点时尚感 这一家饭店使用的沐浴商品 都有他们家的桥梁logo 也都有中文标示 这里最吸引我的就是 他们家的酒类以及饮料无限畅饮 有时候还会有特定活动 这边有摆着很多不同种类的酒 酒精饮料的畅饮时间是下午3点到晚上10点 种类多到让我有点惊讶 当然也有无酒精饮料 有茶、咖啡以及果汁 这个没有限时间 冰淇淋也是免费的 腰餐区的座位很多 也不用担心太密集 这里也有室外座位 但是现在座外面超冷 接着出发去12楼看看 这里最高层有到13楼 12楼还有鸟居可以拍照 虽然小小的 但是还是觉得很美 12楼电梯的旁边 也有投币式的自助洗衣 逛完饭店内的设施后 决定去吃晚餐 想去龙潮津商店街那边 吃一家我超爱的天妇罗定食 要接近圣诞节了 感觉街道上越晚越多人 很热闹 今天晚上要吃的就是这一家 Makino天妇罗 虽然在其他地方也有分店 但是我都是来南波这家店 每次进去几乎都要排队 谢谢 这里也有单点的品项 但是主要还是以天妇罗定食为主 Makino天妇罗定食一只 咖啡天妇罗定食 桌上也有放一些腌制小菜 有腌萝卜 还有超下酒的生油鱼 而且定时的味噌汤很大一碗 白饭又能无限续碗 可以吃很饱 热腾腾的味噌汤 很适合现在这个天冷的季节 客人点完餐之后 全部都是在眼前现炸 完成后会直接像这样子夹给客人 可以看到过程很安心 这一家店的天妇罗 除了新鲜现炸以外 搭配上店里特制的天妇罗蘸酱一起吃 吃起来不但感觉不到油腻感 而且还意外的很清爽 他们家的米饭也很Q彈 好吃到好几次都想问店员 你们是用什么煮饭的 还有每一种定时都可以选择 要不要加够这个炸蛋 蛋的天妇罗也是这家店的招牌 炸蛋送上来的时候 店员还会特别说明吃这个蛋的方法 按熟浓郁的蛋 推荐搭配白饭一起吃 跟其他的天妇罗比起来 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口感 吃完很饱很满足 接着到夜晚的街道走走散散步 虽然才刚吃完晚餐 但是还是想要买一些小吃 带回饭店吃 享受旅游的夜晚时间 最近在日本成为热门话题的十元面包 排队前要先到柜台旁边的机器买餐券 虽然店名叫做十元面包 但是一个要五百元 总共有五种口味 买完餐券之后 等着我的就是大排长龙的队伍 轮到的时候店员会叫号码 他们家不是用纸袋或者是盒子装 插着一双足筷子 简单的用一张纸包着 方便直接拿着吃 造型跟日币的十元一样 很特别 每年接近圣诞节的时候 街道上都会变得七材缤纷 不管到哪一个角落 都充满着浓厚的圣诞气息 如果是在旅行的途中 像这样子轻松漫步的走在夜晚美丽的街道上 尽情的感受当下的氛围 一定会让这一次的旅游 又更加增添了幸福的回忆 在夜晚美丽的街道上 晚上的桥梁入口 看过去也很美 回去开箱刚刚买的小吃 大约晚上六七点左右 用餐区就比较多人了 把东西放好后 先来装一杯啤酒 这家饭店有自动啤酒机 拿着专用的玻璃杯 朝着正确的方向设置后 啤酒就会从底下自动填满 因为是第一次看到 所以觉得超酷的 竟然可以从杯底开始填满 我觉得很新鲜 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好可口 旁边会有绿色按钮 可以追加啤酒的泡泡 但是我不太喜欢泡沫 所以没有加 在走路走累了之后 来一杯冰凉的啤酒 那种感觉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 再来开箱刚刚的十元 上面还写着平成20年 背面写着日本国 还有被列为世界一层的平等院 不管是造型 图腾以及颜色 真的都跟十元铜板一模一样 吃起来的感觉 我觉得跟台湾的鸡蛋糕很接近 口感很松软 中间包着香浓的起司 让这个十元吃起来不会那么单调 对我来说整体是好吃的 但是讲到值不值得买的话 我觉得500元日币其实有点小贵 而且因为造型很特别 所以很多人买 买一次要排队排超久 我刚刚排了一个小时 再来这家饭店 每天的晚上九点到十点 有提供一个小时的免费拉面 无限吃 时间到就很多人来排队 第一次看到有饭店还提供拉面的 这里的服务真的很多元化 看起来好好吃 小小一碗量不多 但是一个小时以内可以无限取用 而且每天好像都会换口味 虽然说是免费的 但是这个拉面一点也不随便 每一碗面都还有附一片叉烧肉 真的是慷慨到会忘记这是一家饭店 叉烧肉也很软很好吃 拉面看起来可能没有专卖店的那么专业 但是味道也很棒 住一碗有得吃又有得喝 真的非常值得 吃饱后还能躺在按摩椅上 便滑手机便按摩 洗个澡睡觉 准备明天去吃饭店的早餐 早餐时间是早上的7点到10点 想说早一点去 人比较不会那么多 也别忘了带着早餐卷一起出发 早餐的用餐区也是跟昨天喝酒吃宵夜的地方一样 昨天放酒的空间 早上变成一道一道的菜肴 这家饭店的早餐比较偏日式 菜的选择性看过去没有那么多 整体稍微显得简单 其他柜还有摆一些面包类 也有汤乌龙面 用旁边的机器夹汤 还有味噌汤以及咖喱 也有小蛋糕以及布丁奶酪的甜点 一日之际在一层 早餐很重要 这样子才会有更多的力气 走遍日本的大街小巷 早上喝味噌汤真的很日本 看到这个让我想到 台湾有很多牛排店 都会用这个机器来烤箱蒜面包或者是残包 好怀念 来说一下这一次的结论 实际上来这里住一晚的感觉 我觉得还蛮值得推荐的 这边也有很多贴心的服务 地点再闹去很方便 而且旁边马上有便利商店 有一个小缺点 就是偶尔会听到摩托车飙车的声音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住三楼 所以声音比较明显 高层楼的话可能会好一点 这一家饭店很推荐 那今天的影片先到这里啦 这一次也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